而且没有很久 十年、二十年就产生了这个现象 好 那我们整理一下啦 事实上云林或是彰化 寓成下降的原因 非常多 第一个当然是自然景象 那这个自然景象 因为你和他的疏伤 和川的疏伤减少的时候呢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原来呢 还可以补充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推啦 二、三十年前出现的沿海的下陷 事实上 虽然跟养殖音乐操作地下水有关系 但是 我们这几年跟水利单位对战之后 我们也获得失事 水利单位跟我们讲 说只有抽深层地下水 才会明显的影响地层下陷 就是抽那个第二、第三、第四层的 汗水层的水 才会导致地层下陷比较明显 一般的农于民他都只有抽第一层 叫做自有含水层的水 他要打超过一百五十米的水的井 才有可能抽到第二层的受压含水层的水 绝大部分的农于民是没有那个能力去打这么深的井 我问过打的最深的大概六十米已经是极限了 因为打在深他根本就不划算 到时本来就亏浅了 他还要打一口这么深的井 打井打越深抽水的电飞越高 我问一问 农于民、农林于墓里面 打井打碎深的大概是羊牛的 有问到那个打两百公司的井的 绝大部分的农于民都不可能打那么深的井 那会打那么深的井 合法的是什么 自来水公司、水利费、排潭 以这三个为主 那还有很多是非法的工厂的部分 那合法的部分 事实上政府是有管事的 那真正关键的 我认为是这个工厂的尾马抽拥的部分 农于业的影响事实上不大 而且最近开始越来越多 那个水手单位他也比较敢讲话了 所以像淡江大学这个水环系 他们就讲 农民虽然抽地下水起来灌溉水田 但是那些水大部分幼入盛回 寒水层的 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幼入盛回去的 所以你说重道是真的影响那么大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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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而且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那个 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假设台湾不种 倒是水田通通把它改成 碳田会变成什么样 生态跟环境品质可能会恶化 特别是 这个 我们可能这个每个夏天的电费 吹冷气的钱可能会增加很多 空气品质也会进行不恶化 如果没有水田 那个夏天的雷震雨 很难下得下 那现在那个都市热导效应是越来越显出 温度很高 那个水 雨根本就降不下 水田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就是 下雷震雨下雨 就是把那些空气里面这样的东西洗下来 那对我们的整个环境品质非常重要 那台湾现在已经 雷震雨越下越少了 这个部分 假设水田又没有了 影响会更大 那所以呢 事实上 政府现在是什么 他都不去管这些非法的水井 他就说 欸 地下水超通 所以我就去 盖更多水库 盖更多蓝蓝蚁 那那些 违法的水井他都不去管 提神当然下下 违法的水井呢 那些水井呢 你不去管 你不去管 我会去管